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释迦摩尼佛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皆如来真实义 在家滤血盖药 那我们的这个十戒的正戒 剩下三堂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进入到我们新讲义 最后一份讲义 就是我们菩萨界的基本的观念 但是菩萨界的正见还是延续前面 我们再讲三规一的正见 受五界的正见的时候 就已经奠定了基础 那菩萨界这个延伸 它只是更广义 你此界的对缘 那更深层 你亲近烦恼的观察 它有法义 让我们来正见整个烦恼的五十意 但这些烦恼的五十呢 你还是得从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是对境的一切人事物里面 你要去观察 所以它是深广 菩萨界的深广 而且它是属于静未来记 它的体性 不是只有一期生命 像五界八观灾界 这些一日一夜 或者尽情寿而已 那这个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心 它的常性功德 就是我们常讲 为什么我们讲往生往生 就是正是死亡这个十项的时候 你转成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 往生 你要知道生命的去向 生命它不会断灭 原来生命就是一个 现在很多文学作家 就在告诉我们生命的旅程 可是它这个旅程的过程 你有没有看清楚 沿途的风光 跟这条路怎么走 怎么去完成这个旅程 其实都是自己的一念之间 所以在我们上次在讲 这个略谈戒法之重要性 它的那个乙医 称佛之本 讲到 称为世论 为什么讲到称为世论 因为 诸佛告诉我们 你生命的行程 就是在念心所造 诸佛菩萨已经理解 了知 心的实相 那我们不愿意去面对 就是以这个无明的造作 无明行 所以诸佛的那一个功德 佛的功德叫明行足 那我们不是明 我们是无明 行 然后就开始入胎 以忘事 在虚妄的意识形态里面 去走这条生命的道路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轮回的根本 所以一切为心 那诸佛以悟的心 那我们现在就探讨这念心 所以才会持戒 从波罗 证件里面慢慢 以你的工具 你操作的这个观察 就是会讲到为世 所以他是这么说的 由断续生烦恼障 那么正争解脱 那么从断爱结所知障 得达菩提 所以两个部分 一个望是 你习以为常的这些烦恼习气 就是你深深的相信 乃至沉溺在这个局里面 这个局就是你的阿赖耶士里面的 种种的碰到境界 那以这个身心照做 那截取自己的贪嗔爱想 那变成你的存在 我们讲的你的存在感 那这些叫烦恼 那这烦恼就是一个 你愿不愿意看清楚 它无实性 它只是一个习性 它就是我们讲的 你的一直以来的受用等流 跟造作等流 所以我们讲 你要断这个续生 这个第一个断 你要停止观察一下 所以这个 我现在讲的部分 就是甲三略谈戒法之重要性 以依成佛之本 里面有一句 成为世论 由断续生 断续生 烦恼脏 这个是习性 你不要相信它 但是你也要接手它了 这个就是你的习性 一直来 不管是这一期的父母 一些你的 这个亲朋好友 或者讲上你自己的无名惯性 那这些烦恼障 有关你情绪 贪 由贪 由称 一切爱想 造取 造作 造作 爱取 那这些烦恼故 我们现在持戒 就在这个地方 先下手 所以你才会有一句 我们持戒 为什么会正菩提的这个根本呢 因为下手 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所以 慢慢的 不要让这个先报的习气太重 让先报 这些报 就是我们的夜报 你的受用等流跟造作等流 形成你的障碍 所以人生虽然是法器 但假如你要以法器 学法这样的一个器 根基 那你要先 我们上次讲 你要懂得 现在把心地 像一面镜子 你要擦亮 要照见 看清楚 那照见这个照用法 什么照 法 你现在的这个定慧 在熏修 就是 来照见你的受想 不真实 你看到的是作用力 但是你不随顺它 这是你的定慧力 那这样一次一次的超过 我们在当中会一直讲到圣解 圣解 圣解 圣解力 就慢慢你不随这个妄境 外在的虚妄 你可能要透过一个 一个 慈戒 可是内在呢 你这个慈戒 是一种智慧跟定力 那现在这个圣解力呢 是要透过一次的思维 那去操作 我们讲操作是从慈戒来讲 从慈戒来讲 那开始往正真解脱之道 所以尤其你看我们的这个五戒啊 十三夜 那些烦恼分裂完之后 就是让你去 一样一样去对峙 它别别解脱 你每次超越一次烦恼 这个烦恼不再影响你了 那你在这个杀戒这条 你在 邪音戒这条 你在妄语戒这一条 这些别别解脱 别别解脱 所以在明年开始进入到要讲 这个五戒八戒 他为什么会讲个细 就是你要从每一条 这个大戒里面细细的去观察 你的这个身口的言行 的持守到内心的这个心 造作这个主人 心为业主 那开始慢慢的 确实 与撒到淫妄根本 这个大戒里面 从此不再违犯 那别别解脱 那这里面要断 种种细微的障碍 就是我们的所知障 就是所知障 这个法 也说我们现在听得懂 那为什么常常 与一切境界不懂 因为对立元对境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的业缘 你对到每一个人 那个练习处 会把你没有禁除干净的一些烦恼 会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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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知障呢 就是为什么要引导各位 从别别解脱的这些绿意界 慢慢进入到 设一切佛的善法智慧 那于一切饶友情的这个操作当中 悔光返照 去看到自己的这个更细微的习气烦恼 那得大补体 得大补体 所以饶意友情 虽然是以大悲心来讲 那事实上这个大悲心 在饶意众生的时候 最大的利益 还是我们行菩萨道内心的正真之道 正真解脱 无名的承杂祸 从这个地方理解 原来 掌养住善根 善根就是 无贪无臣无余吃烦恼 那 你要 这个善根呢 我们就是向佛学 我是要向佛学的是 解脱的剥虐盘 不是个人生死虐盘 因为 这里面还有所谓的 尘杀或 维系烦恼 那就是必须 借着 起悲心 利益众生 来观察内心 还有许多的爱着 还有许多的爱着 那所以 既然是一切唯心了 那 心怎么造 那心怎么造作 那 我们《成为事论》里面的另外一个记子 刚刚那个第一段也是《成为事论》 你所认知的 不过就是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存在感 就是异于每个人自己的偏激妄直 去计较分别出来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就告诉我们 轮回 原来就是我们 这个仓储里面 这个大仓储 阿赖耶士 我们安利一个假名 就是他就是一个 让你生生世世里面在翻找 在让他触动他 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讲的 第八阿赖耶士里面的常处 你一切的行为 还有一切的思维 都可以从这里面得到解释 你的习气 你造成你这个 之所以为人 之所以为天 之所以为三二道 就是我们讲的 无始来 这个始 一念之间也叫始 从追生到死亡也是始 生生世世 一大解 二大解 三大阿三奇解 也是始 所以无始劫来 所以劫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概念 那所以 无始始 以来 我们讲的这个戒 我们之所以有世界 是来自于这个 这个 我们讲的种子 这个戒 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个种子 那一切法等一 无始劫来 你创造的世界 世界包括你的身心世界 我的身心世界 你的身心世界 大家彼此的自他共存 产生的一个共业 这个也是世界 那我们彼此认识的世界 这些 这些始法界 始法界里面 一切法等一 在我们凡夫 圣人的世界里面不同 那一切法等一 那我们的下手处 就是必须要看到 我们的这些习气种子 它的 你现在会以为 身体是你所依吗 那事实上 身体创造出来 再往下 再往里面看 带着你一起生 一起死 一直在流浪生死 一起一起 刚刚讲的 续生 续生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 大家平等一的 就是这个阿赖也事 圣人 在凡夫地的时候 也是看到这件事情 始法界有凡圣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原来阿赖也的旺世 在我们未破除 这样的旺子日前 一切法等一 那我们解释了 在佛罗时代 他没有特别跟我们 安利这个家民 那后来的修行 佛弟子 来给我们一个方便的安利 告诉你 由此有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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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轮回的一个 这个所依 所以你每天要 为什么说 我们不管在讲这个 道次第的略论 或讲持戒的时候 都会告诉各位 你要常常 善观自己的义熟 你的在这个大仓储里面 有些已经成熟 这等待外境的触发 你的无名妄念动 这一动因缘俱足 那这个种子力强大 我们讲强者先前 强者先前 这个强到他不由自主 我们像这讲的 似乎做那个动作 不是说丢出去 那个要打的那个动作 上个礼拜 我说我蛮想表演的 我指的是内心戏 我不是指说你手出来 你手一出来已经犯了深夜的戒了 我现在讲的是内心 你那个发动 你那个发动已经变成要讲出来之前 这两个紧密到你没有办法控制了 强者 很多东西你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这个 有没有犯戒的时候 虽然我嘴巴没有骂人 跟你撑 其实从发动要骂的之间 他不一定表现在口 声口 声口 口 就一个嘛 骂人 可是声有很多啊 声是包括眼睛 你要瞪眼睛的时候 你讲你没有生气 事实上你自己知道了 你眼睛已经在发火了 虽然从这个 律仪的这个戒律 你可能 没有犯 但是为什么菩萨界讲到 要讲那个整个新的造作 有前中后 尤其在后面那个发动 声口之间 这个紧密到你觉性很强 你的后知后觉 你也觉察到 我是在生气的 我嘴巴没骂人 但我在瞪你了 那戒律上没有写到那么细 说瞪人家也叫犯戒 没有写那么细 那所以 你的心才是造作的主人 你有没有撑席 撑的烦恼 其实要从里面去看到 恒审思量的业的种子 他所依的 这个阿赖耶诗里面的东西 太丰富太复杂了 那你在这个 立元对境的一个巨元的情况 你的心有这个烦恼 而且他是强大的 他不经过你的思维 的那个决定 他甚至可以 决定可以是很快的 从这个攀缘 省力的攀缘 决定跳到这个发动 即将于牲口的时候 这过程你会看得很清楚 这过程你会看 所以你们未来在这个 在看内心的持戒的时候 你会看到 诶 我的 现在看到这个东西 我确定这个是人 这个不是人 这个我确定想怎么样的 那个想很丰富 你有没有想对 那甚至你内心的受已经出来了 受想出来了 只是说最后以绿宜 身口的绿宜来讲 他最后是明显表达出来 他就说你这个地方已经确定 又刻画了一刀 这个种子又有力量 这一类的烦恼种子又有力量 那下去 他变成一个生死的种子 所以那时候营救戏是因为 要看到你心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静出来 可是你内心的静 那个响韵 有没有很明了的认知 那到第三个 心 心的这个爱曲 的烦恼出来 这个时候以菩萨界 就会看 就其实这个是你已经犯了 所谓的轻微的一些烦恼了 所以只要你有这个 一个 一个 则心 乃是你一个念佛的对峙 其实这类的等流习气 它一个一个会被你对峙掉 它不会变成一个强大的 一个牵引的力量 所以你先不用担心 这些 在内心有这样的一个烦恼 会不会强者牵牵到这个轮回 你先把它限收到 这个强大的力量 会不会冲破我的一个发动 变成牲口 那变牲口 那基本上 你的觉察力 忏愧心 要强大 要强大 好 那么 有此有诛趣 那 这是凡夫 但是你能翻转 你的这个 每一次 那也是丢出来 你个人的这个累劫所造作的 一定跟你有关 像 前面讲等事 相同的是 你有我就没有 你有反应 你有感觉 我就没有 有这样子就是 凡圣就出来了 里面有诛趣 诛趣 指责之六道 那四种圣人的境界 这个 尊文圆觉菩萨 道成佛 及涅槃正德 凡圣 就从这一念觉 一念谜 里面的 你要先知道 你不用 从此你修道 不要向外寻求了 不是谁帮你把这个烦恼拿掉 那我们寻求 善知事 护法 诸佛的护念 是因为那个强大的业缘 有时候使令我们干扰 所以有一群佛弟子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护法 他生命的一个比较高端的状态 他可以帮助你 可是他不是每次都寻求帮助啊 就像我们现在在救 做布施这件事情 对不对 我有能力我当然可以帮助 这些苦难众生 但救得完吗 伦组在路上 我也加入了一个无国界医生 但是听他讲 哇 这个 我所国在台湾 其实我已经觉得做不完了 无国界医师 真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地球还不叫无量无边 他了不起90亿 现在人口已经炸到快90亿了 那有三分之二的人 真的是连吃饭都是问题 像今天那么冷的天气 那些街友躲到哪边去了 你从一个小局处到看到 有这群年轻的义工在做这件事情 你认为佛法就做在这边就好了吗 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 但是你自己 我们那边讲 我们在修学的过程 寻求帮助 你不能一直帮助别人 所以这真正的苦难是 给他帮助之后 你最希望的 还是他自己 改变自己的这个国家 改变自己的领土的土地 改变自己的领土的土地 改变自己个人的这个夜袭 是不是种种要改变 不只是一国的领土的那个 他可能是一个贪婪的一个主视者 独裁者 你可能要改变 那人民是不是要够勇敢 要有智慧 要醒过来 不要讲别人 我们的台湾的政治的金鱼脑也很多 就过了就忘记了 那你去想看 你类比到那群人在无名无知的状况 要改变容易 所以修道不要是这个状态 你不要用这种状态来求佛 要寻求帮助的 你要早早醒过来 从观念上知道 原来一切为心 自作自受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前面的戒律先讲 政见夜感缘起 那夜感谁感 这个夜有谁感 就是自心 这一念心的一个无名行 所造作而干的 那既然讲佛 我们常常讲到受学菩萨界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佛 因为佛跟我们受祭 我们跟佛其实是无二无别 那你的意义佛想佛 其实就是 不是只想念祂 你要想到佛跟我们讲 我们跟祂其实是有能力脱离 这样子的种种无名造作 所以我们在讲佛的时候 是会赞叹佛的十种功德 其中一个叫明行主 你从今以后 所有的言行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那个行 还有内心的行运造作的时候 你要明了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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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到这个明了觉知的时候 是不是也讲到 当我们要此律遗戒 要对峙这些烦恼的时候 就是一个艳离心 艳离贪念生起的时候 那心中去终止一种挣扎 舍弃那个对世间乐的追求 因为世间乐的这个追求 它毕竟还是会带来我们所谓的欲求不满 乃至你追求之后 失去的这些苦 所以在里面 所以我们讲到唯心造 那一定要提一个智慧 这心造是因为不明 不明什么 有欲求 有希望 就是会有痛苦 所以我们会挺久 种种的妄念的这个希望 妄报 乃至追求过程 我虽然具足 善法学习要立目标 可是每次达到 就是在往前 在往前 中间不会起贪爱称恨 乃至所谓的傲慢 种种的爱之烦恼 所以这里面又加入了另一种思维 你要知道圣心的思想 我原来我的身心就是由这些这个 这个名色 种种的身体的一个 身体是一个世界 每一种细胞 每一种组织 神经组织 肌肉组织 它这样的一个合合造作 跟我的心 内心的受想型的造作 它的连结互相影响 所以这些存在是明色的生起 随着因缘的变化 因改变 果就改变 明色也随之而灭 明色就是你内心的 身心的状况 所以你已经慢慢觉知 你内心的身心变化 是一直在改变的 那改变 当面如你愿你意 不愿你意 你身心都有一种 安然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该喝水喝水 该吃饭吃饭 如时吃喝行住坐卧 如时了之 那你这个内观的智慧 达到一个定慧的平衡的时候 你的心会有种智慧的状态 跟佛一样 认识到明色本身就是苦 身心的存在 我们以为 我们都要求长寿 求健康 长寿要健康 你看这个是望求 是希望 这种望求欲求 就是你已经很习惯当人 在欲界打滚了 所以佛跟我们讲 其实身心的突破 你愿意把它花在这个内观 回到心 回到心 这个安住 其实它会带领到我们 另一个层次 生命的层次 一直在告诫 这个要操作 就刚说前面放磁心观 颤六根 就是要把累结的这个暴障 身心的这些存在感 你把它降到最低 你要去操作 所以前面的这两本 有需要的再请 你若只是听课不操作 那就不要拿 那你愿意说 我持戒原来 是要绑住我看到内心 这个明色 本身就是苦 那我怎么运用 这个身心 可以再突破 往下一个不一样的 生命的存在 去体会看看 你用这种心情来做实验 要么佛法它变成一个课 你就一直在加东西 加东西 加东西 就变成概念 但你身心不得到改变 所谓的改变是说 原来确实佛法 只要安住内心向内看 你真正在欲界所需的 真的没有那么多 你的内心的安宁感 我们讲定会的 带来的安定感 你会觉得那种愉悦 为什么说要修禅修 因为它胜过世间的一切快乐 如果我们可以慢慢去禅修 持戒禅定的话 它胜过世间的那些 那些繁杂 躁动的快乐 我这边搭高铁人很多 那就人升顶飞搭高铁 然后小孩子哭闹 那我看有些人 就开始东张西望 看是谁在吵 谁的父母没有管理小孩子 叫起来小孩子闭嘴 你会听到那个 啪啪啪的声音 然后看他眼神在鄙视 那我觉得这个也太不慈悲 他都忘记 我们都忘记小孩子的状态 本来就这样 你自己曾经吵闹过 但是这里面另一个思维就是说 其实人喜欢安静不被打扰 但是也紧在那时候 当他自己的时候 他去想创造那一种 声色场所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所以他静不下来 可是人从那个角度 大家是不喜欢那个 被打扰吵杂的那种 惹得的状态 所以人基本上他是有那个激进 我们不要讲到涅槃 但是涅槃性是不是有激进性 是有通过那一切的造作 他说好承老好烦恼我想静下来 我想沉淀 人是不是有自动本来追求这种快乐 但我这不包括新生病的人 那个躁动那个就不讲 那个他已经是必须要这样子躁动他 才可以存在感 所以在生活上已经具足丰富的人 他其实不安是来自于没有办法静下来 那所以诸佛为什么最后 就连王子这种因缘 他都不能让他觉得那个是快乐 最后菩萨知道那个快乐都是生灭变异的 借着观察无常苦空 知道这个生灭变异 基本上不是我真正快乐安稳处 所以这样的观察民生就是当你透过厌有为的造作的时候 你心中种种的要终止挣扎 挣扎就烦恼的对立 争妄交公 舍弃 在离苦求乐的欲求当中 你会一段一段的 那个乐不是真正的乐 这个苦是我的真上缘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你千万不要落入到世间人设的一个目标快乐 就开始放异了 我们走的都是这个老路 通常三十岁你有一个正当一个高贵的职业的时候 安定了就不再学习了 你看现在父母现在一般人不是这样 在以此为乐了 就是当这个人间的果报 欲界的果报现前 你又被这个快乐给迷惑住了 迷惑住了 所以持戒这堂功课是帮我们看得更深细 看得更深细 所以摄大成论里面呢 就在讲了 现在建立这个 诸佛物之 已经叫做一切为心造 那告诉我们善用其心 但我们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还活在旺世 众生敏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睡成旺世 这旺世就是一切法等一 阿赖也是 那这个等有平等 凡胜就是从这个地方先造见 这个虚妄的这个局面 那我们要破局 那叫学习 你是要从这边造诸去的轮回向 还是了知这些轮回向 事实上这一念觉 要从此走上正真之道 所以菩提道 那涅槃正德 那一念觉一念明 所以底下就有我们再介绍 这个六道 我们先把圣 先摆在旁边 那我想探讨六道 鬼道 旁生道 旁生就是我们讲的出生 还有人天 人道天道 当然这里包括最严重的地狱 鬼道再下去有地狱 各随其所应 这个意思就是心随妄转 当你心随这个虚妄 你内心的阿赖也等一 等一种子 这个现前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心随妄 各自的妄 就算相同的是 一样的善的缘起 恶的缘起 相同的是 那你吸起善恶的心锁的时候 各个别意 所以这边就讲到 我们上次讲的增上等流 你的这个 善恶的各自抓取 各自造作的时候 就相同的善好了 那你修的善 有没有更细微 乃至所谓的更 无所得心 所以更细微更广大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 在这里面我看到这个虚妄 那我不应该在里面执着 爱去 即便修善 那有人进入到这个状态 所以相同的一件事情 那得的善的果报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照善 那都照善在人间 但人间里面 我的善福力 我的智慧力 会跟人不一样 是因为你内心 对善的一个细微广大 你做得更用心 那在这里面 甚至有智慧的观察 不忘报 那做了 就不在那执着妄想 又起烦恼 照善也不再起这种 执着爱取的烦恼 做了又放下 那放下里面 在等待下一次起来的时候 你就做得更好 那所以等是 但心亦故 所以这个心的造作是可以维系广大 那这个我们讲的 这前三句呢 就是我们讲 这个师父讲 你怎么样升其心 升其心是各位 在望的当中 你一定有所谓的分别 刚刚有学生讲 他分别心很强 我说还好你有分别心 你没有分别心怎么修学 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分别里面的 你还要 所以升其心就是你的分别 那你怎么样应无所住 那应无所住 那就是你常听 一切的缘起 到底你这样分别之后 那分别完之后又如何 因缘是不是过了 一个分别完 生命是不是又过了 那你就放下了 这放下过程 由我们的惭愧反省 那下次 是不是重新 已有空亦故 一切法生 一切法又要开始一次了 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所以你用这样的心理 你会很珍惜每次缘起的生命的时候 你希望他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的那种心 就是持戒的心 所以不用怕你的这个 若起分别时 当觉善不善 是魏得利菩萨的第四个法句 是不是这个 第五个法句 我一直希望你们把那个 龙树菩萨的菩提之良论 的师父帮你们截取 在那个补充讲义里面讲的 魏得利菩萨 从前面的具足圣经义 你的听经文法 是要建立正确的佛之之见 佛菩萨 菩萨在修学的过程的思维 还有态度 辅常 辞戒就是你不要辅常 你要显露你的恶 你修得善不要张扬 你要反而要盖下来 这第一个态度行为要有 那接下来才叫你戒诸 要多学戒律的法句 剧足戒学句 因修戒学句 持戒 你的身跟口持戒 异业要清净 第二个法句 第三个法句 就是我们讲 像今天大家在外面整个热闹红 你们来到 静律处 静下来 思律 听课 或说就算今天没有上课 六日你是在家里面 你沉淀 深入精障 念佛拜佛 修一个基本的一个定 止息烦恼的定的止观 所以第三个法句就告诉你 你要色源独尽心 你要有机会让自己静下来 跟自己相处 那接下来 第一个句主政见 第二个辞见 第三个修定 第四个 若起分别时 就是我们刚讲 你不要期望没有分别心 你又不是植物人 也不是没有 也不是那个石头 木头 所以若起分别时 怎么办 那个分别就你自己知道 当诀 所以这时候 你的诀要一直提着 整个诀 是善 不善 善还是不善 你内心很了知这件事情 那怎么做呢 多修诸善分 善有外在的 上次我师父的那个表格 有不失慈戒忍辱 这些善分 那 另一个善 就是你修三十七道品 思维四念处 思维你在自己相处的时候 你能不能 这个 身心静下来做一支香 这个心 慢慢沉淀 培养专注 所以你的静坐 拜佛里面有培养专注 那有培养专注的过程 乃至你会思维法义 这些子观都可以 那法义不熟 那你思维佛的境界 你想观察佛像 观察佛像 观察佛像 观察文具 当然这个观察文具 你这个法本的现前 动作放轻一点 那这个等是心一骨 所以 我就知道 我怎么样生其心 那生其心是后面 怎么样 因无所住 生心生灭生灭 那你一直注着在上一个事件 上一个缘起 那这个就是你的 你怎么那么执着 你就跟自己对话了 好了 过去了 放下了 下一个缘起再出来 即便同一件事情 等是心意固 我想法不一样了 我做法当然可以不一样 很多人就说 师父那你昨天不是说什么 昨天不是昨天吗 今天因缘变了 你为什么拿昨天来框我 昨天我做一个梦 就是跟我老师 也就是好像去印度的 那个就是我的妄想 跟过去可能没有 处理好的执着 就找不到生血 生血 怎么这脚跟这脚不一样 我刚刚明明不是这样摆的 那就辉光法师跟我回应 你不要跟我讨论 那个刚刚发生事 你现在把它找出来 就处理先前不见的事情 其实很多发生事 很多人都先解释 刚刚怎样 所以昨天怎样 我做这个梦还不错 我在梦中还有这样对话 当然不是惠光法师 跑到梦中教训我 是我在织梦的过程 有这样的一个散法思维跳出来 那后来我怎么知道做梦 怎么 我这个百姓之间是在二楼 那我就回头 这样 我们在二楼呢 我们出口错了 所以那梦是没有合理性的 它会把你很多的 在过去的生活经验拼凑 那你就知道你在做梦了 赶快醒过来吧 跟很多人在打坐静坐的时候 在浑沉的时候 忽然有个时刻 有个刹那 你忽然醒过来 我在哪里 醒过来就好了 我是谁 我在哪 现在不是这个迷阴梗徒 常碰到一个突发状况的时候 那个小狗什么 他忽然两眼空掉 定格在哪里 我在哪里 我是谁 这个诀要先出来 这个诀要先出来 所以第四句 许亦非真实 许亦就是明了 你现在修学的文所成会 世所成会 必须许就是明了 许亦 所有讲 佛说的这句了意不了意呢 最后 许是认可 已经深深变成你的知见了 许亦 你内心有 你的真正能厌离 真正能厌离 生其心 既然要以无所 什么 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不对 所以第四句 是一个进化 生其心是你要了知 就是你阿赖伊斯现在现前境界 你要知道此是善 此是恶 是善不善 但是你在内心有分别 是不是要以诸各种佛说的善的一个法门 去好好的对峙就好了 以患自患 此缘起 是缘起所生的烦恼 那我现在缘起造的这个善法去对峙 那 无所住 因无所住 你内心不要有种种又产生奇怪的念想 跟这个烦恼 去看到你的生其心 所以因无所住是因为许亦非真实 我后面有一个很深的知见在造见 五蕴并不真实 是如幻的 所以第四个是法句 所以我们为什么引导各位波蕊持戒 才是一个真正的政见 你不会变成外道的戒进去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切由心造 第一个法句跟第二个法句告诉你 相由心生 相 世界的相 六道的相 圣人的境界 是由内心的心相 所去造作产生 相由心生 那心生种种法生 所以当觉散不散 你有这念觉 受享是心生 定慧 亦是你所熏悉 你所造 所以第六意思 你说他虽然经过这个爱济子的染污 因为里面充满关系 那个爱济子就充满你的等流 受用等流 照作等流 那这等流性里面 我能一定会来进化内心 这个就是转的境界 一切由心造 心生种种法生 那你要知道 那所以 要创造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清净觉 这个跟佛 佛报门助记了嘛 我们跟佛有相同的本质 心有相同的跟真理相应的本质 所以先肯定他这一念心 是与佛无合无别 那我在这里面的不觉醒的状态 即便觉就是刹那的 在黑暗中的刹那火事 但不能保认 我知道这个事 于是菩萨界 他引导我们说 一个生命的光明 生生世世 敬畏来济 那所以菩萨 他就是一个善法的一个最殊胜的缘起 那菩萨的缘起 就是我们今天讲一 第二堂要介绍 云合菩萨的本质 他本质 他具有的相用 所以自信戒 云合菩萨自信戒 我们下一堂课就来讨论 那么白板擦掉 是我再写第三个祭颂 先休息 这个第三个祭颂 我当第三堂课要结语 我希望每次上课 你们都能抓到 每一堂课有一个重点 那第三堂课 就当作这个礼拜你要思维 因为它是 我们没有机会为各位讲 八识规矩颂 但是你们应该在其他班有听过 那里面一个重要的祭子 就是信戒受三横转意 跟随信任总相连 弄生发育独为罪 隐满能遭夜里迁 就是这一次的解释 整个妄事里面 你怎么样的一个骗 我们刚讲 本来善法、真理、佛的一个清净 是骗法界 但是你就是骗祭职 都把这个一切法都记为有我 而且记为有我过程 它是以恶来造 那这个部分 这个记者在第三堂课 写出来当作我们这个礼拜 的一个结语 那你就知道 原来持戒 观察内心的虚妄为事 不要随它转 而我反而不随它转 是我的持戒的定 那现在还用智慧来转它 那这个就是我智慧的持戒 就玻璃持戒 现在我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先看讲义 那这三堂就是把菩萨戒介绍出来 因为未来我们请的这个 余璃菩萨戒的这个老师来的时候 他直接可能就讲 四重四三轻 那这个戒文里面是从 这个余璃十滴论里面的戒品 里面去截录出来 可是它有前后文 那现在目前你们手上拿的 就是我截录出来 那妙境长老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基本上他 就是我们正常不能像师傅在讲戒 这样子有很多的稀释、诠释 你们还是要慢慢习惯回归到 这个佛讲的经本身 然后主世大德的论解经 那这论现在还有一个 这个韩清静这样的一个修行人 他以批询记再来解释论 所以你这样就不会走歪 那这个批询记 这个又谁帮我们再解释 那妙境长老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一个 环环相扣 不要自己 虽然鼓励各位回到经文本身 但有些人又听成极端了 我自己看就好 那这个又 你又用自己的妄想 你的很局限的这个想法 在读经论 所以我们来看这份讲义的 这个韩清静的批询记 是由这个妙境长老 他在解释 玉且师弟论里面的论 一百卷里面其中有一卷里面的戒品 那这个戒品就是我们 玉且菩萨戒里面去段落出来 各位在受学菩萨戒的时候 他传戒的一个来处 但我觉得很可惜 每次都只是在受戒的时候 才简单的送那个戒条 那这整个前后文 很多东西没有交代清楚 我觉得也很可惜 那没有关系 受完戒 那我们回到这个部分再来听 来听他的意理 所以你要讲菩萨戒的戒体 那之前你要知道他的作用 他整个亲近的相貌 那这边戒取是这个 云和菩萨戒的自信戒 那这个段落是九分之一而已 整个原文里面 自信戒是第一大相 总相 后面还有八大相 八小相 菩萨戒 他是难处 他的殊胜处 他那个受学的功德 所以他有九大相 那师父只取一大相 云和菩萨自信戒 因为光是这个我们可能两三堂课 讲就刚好 所以没讲完的 复在来日 来日或许有机会再把它讲一讲 那所以我们讲第一大相 菩萨戒的这个本质 他的亲近 他为什么有这么好 师父讲说你不用怕犯错 你不要怕去学习菩萨戒 因为他是跟我们的菩提心相应 而菩提心是让我们的一个 自我醒觉的这一刻起 把过去曾经在生命觉的过程 在这时候也清醒 那这一刻清醒我怎么延续 我未来的这个所谓的缘起 做这个善的一个铺排 所以我就不是站在不受后有的角度 我的不受后有是指 未来每一期生命里面 有关这一类的烦恼 他要有能力不相去 不要创造轮回的这个六趣的根本 他是把生命 修学生命拉长 绿就是给各位一个强大的一个强行征 这一期你有机会正真解脱 但是通常怎么样 不够勇猛 那于是不够勇猛 你就担心 就怀疑佛法了 好 那我把菩萨戒拉长 把生命的宽度跨度拉长 那拉长才有生生世世 那生生世世每一次 你在这一世就是一个关键 你修善断恶就是刚刚讲的 以善的缘起对恶的缘起 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修善的过程 在看到你的骗济子 你的济济性 妄想心 在让它清净 所以菩萨戒没起 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界法 菩提心的真相 所以他虽然名为生生世世 可是他不是鼓励你要一直去 有轮回的心去后有报 不是 他反而是缩短你 没事 后有报的一个力道 轮回的力道 那你如果构勇们 像我们菩萨戒的律义戒 你在这一期也想争取一个 我来验证 下一期不轻易入这个轮回 所以这里面也会结合到我们的 净土的思想 那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期的重点 我只偶尔会讲一下 所以你要拿到净土的门票 各位 有机会是最好 你把慈戒念佛念佛慈戒的原理 稍微融通一下 融通一下 那话说回来 我们来讲 菩萨戒它增上菩提心 是因为它就告诉你缘起无知性 虽然缘起无知性 你产生的这个智慧 叫做无常的关带 无常故啊 所以这个 这个我内心有害怕担忧 所以才有种种的苦 那现在我换一个角度 无常 可是我现在不以为苦是因为 因为无常才可以创造 才可以改变 那改变异于什么改变 异于佛的教导 我来慢慢来改变 那这里面就讲到第一个 我的生命的缘起 要以觉 菩萨叫菩提沙德瓦玛 觉有情 以觉 我这样的有情生命 我现在起觉了 那起觉能自觉自有情 还有他有情 那我先从处理自己部分 那我现在 以于自己的觉醒 那我要靠这强大的他力 那个他力 就是圣人的力量了 所以不是 我们从来佛法很强调的是善的缘起 每次你会讲感恩师父 我说这个语句出来 我都会引导各位说感恩 感谢善法的因缘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净土经的六成就 就是有说法的人 有听法的人 听法的人 还有信的文的成就 所以信的成就 你过去的一点点圣洁 那现在产生那个信根 信力 那我们还要这个说法者 信成就 听文的人的重成就 那还有呢 还有这个地方 你要戒 人家还肯戒 那所以 从他正受 这个他显然就是 我们要正见善的缘起 所以厌有为 不是讨厌缘起法 是正观 这个缘起所生法里面 我怎么样给他 这个叫自己要用力了 我怎么样创造 我怎么样去感应 创造就是 好像你能主宰 基本上 你是里面造作一个 那基本上 我怎么样感召 去讲的善的因缘 所以从他正受 那 菩萨界他必须要从他正受 你不是想 我自己想 就可以了 因为你自己想 有个问题 因为你还是你的妄想里面 你力道不大 你想来想去 各位现在有个困局 就是 在你的 像刚刚讲 你的 刚书局的是做梦 那你在 在生活里面也是一个做梦的状态 你会发现你力道 为什么不强 醒不过来 是不是很容易跟境界转 那刚刚是不是 举了例子就醒过来 那也就是说 我这几年来 一点点 这样熏熏熏 然后这样有一点 就知道 那你在做梦 那做梦里面还有一个 一点的意识 那你有点乏的思维 在里面 所以这些是从他来 所以我们有去组很多的三宝的因缘 那你不能说这一期 我有累劫的因缘 我自己想通了 我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 菩萨结就得了 并不是 因为里面缺了很多因缘在里面 那所以从他证受 我们后面会讲 那第二个特质 菩萨戒 他必须从这个缘起里面 治他 都是善的因缘 那这里面讲到 往内 他只是一个助缘 可是本因就是有关自己的 所以二三四 这两个 这个善尽意乐 泛你环境 菩萨戒里面 当你戒体起来 从他证受 得到的强大的信愿力 产生这个戒体 那善尽意乐 菩萨戒他有个状态 就是说 你若做一个 让你跟善法伟逆 虽然你有很多理由 说做不到 或说有困难 但是 因为你心是去向这个 所以我们讲这个 戒体他本身的一个 作用功德 他基本上跟善 跟亲近的那种意乐感 意乐心很强 那第三个 就是 这是跟善相应 那第二个 就是跟恶 那种追悔 那种常规倡悔力 也很强 所以他有第三个 所以菩萨戒受血的人 通常就不是一般的人 心瓜好就好 菩萨戒不用 没有 因为他就少了一个 泛乙环境 因为泛乙环境 等一下我们会再介绍 他里面有一个强大的心所 惭愧 第四个 那 一路他会导向你 深 慈戒 越来越 看得越来越深 内心 层面 那所以这个 生呢 就是对 未来的慈戒 他有一个 这个 一心尽圣的那种 心情 出来 尽 深尽 那就是 你恭敬 你尊重己灵 尊重这个己灵 就是我受血的菩萨戒体 一起来 我已是这个菩萨行者 我一个觉者 那你就会专念 无有违犯 这件事情 就念之在之 所以这时候你的戒体 就不轻易的随他 这外在的他 我们最后就回到他 实际上还是回到这个 治他的缘起 不随他转 哪知被他所增胜 就没有他胜 烦恼就不会增胜 无有违犯 所以这边讲 略说四种功德 这个自信戒 戒本身的相貌 菩萨本身有四种相貌 这个就是我们 又受觉菩萨戒的理由 因为他里面 会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 从他正受之后 你内心产生的善尽意乐 然后过程当中 产生的泛语环境 最后的结局是 身尽专念无有违犯 他是增上的 所以鼓励各位 就是说 他菩提心 会带颖各位的断乐修善 会增上到清净 是这个道理 那这只是简略的 跟各位讲他的相貌 那底下讲 何等为四呢 原文 这边批询 黑色事物加强的部分 就是于且师弟论的原文 那没有加黑的部分 就是批询记 妙境长老在解释白文的时候 的字体 是哪四种呢 第一页的那个 云和菩萨自信戒 为若略说俱世功德 当之世民菩萨自信戒 何等为四 这个地方要mark 因为这个也是原文 所以我在排版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也是原文 刚刚是我的念那一段 第一页的第二行 这个应该要标注黑色的字体 那底下原文说 由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由诸菩萨 诸菩萨是指谁 你不要认为是关心菩萨 就是各位 我已经起绝了 我确实要走 这个佛的成佛之道 那这过程我们就名为 是发菩提心的菩萨 由诸菩萨从他正受故 那么余所学戒 若有违犯 即外观他生生窥齿 那我们这段文呢 我们先看这个 怎么去消闻事意 在《披群戒》里面讲 就是外观他 他是指境界的那个他 他可能是独立的个体 也是可能是众团体 他可能是一件事 身身窥齿者 他现在解释 就是说 为诸菩萨于罪现行 所以我们刚讲 阿赖也是 在外面的他的境界 现行的时候 内心的境界 烦恼 我们讲的罪现行 就是我们讲的种子现行 于罪现行 这时候的烦恼种子先行 能正觉知 你要先知道 身其心这个事 你现在的心理状态 你要先知道 所以各位 早早懂这个道理 你不用担心你未来会有什么忧郁症 你现在就在做这心理自我的关照 你是会让 你会处理你内心的状态 趁现在的你们的还明了 那个烦恼 压的你 你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什么状态 这种状态 基本上 内心气 你要醒过来 不容易 但是你从 菩萨从身口的言行 也要表达出来 刚刚似乎临时约在那个桃园捷运 那个很空旷 一个 一个女众 讲电话 哇 整个声音回荡 都在讲她私人的事情 讲她刚刚怎么起烦恼 她在骂 她完全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 那个就是很夸张 就是说一直 就告诉你们 嘘 这个动作 那个嘘 就是你要觉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互念到什么 隔壁的上课的 所以 就是你心中没有别的 没有缘起外在的世界 你活在自己的境界里面 这样懂吗 这基本的 一定要觉察到这个事情 你入了一个 在一个时间 入了一个空间 你的至她 是什么状态 身 都已经缘起身 其心 造作了 身其心这个部分 你要先知道 你的阿赖也境界掀起了 那无身是后面的对照 你不为所动 那是智慧的关照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懂 你金刚金的什么 这个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你是读不懂的 你的基本的觉都没有 你的我相 是什么都不知道 已经借着她 自她在共振的时候 你入了那个时间 受者相 入了那个空间 众生相 那更不用讲 那个更复杂 所以你内心的现行 状态出来了 这个染污心活动起来 染污心就是 里面有贪 有这个称的烦恼 要不然你讲话 不会是那个样子 里面又有讲些 嘰嘰嘰嘰嘰 你的贪倒放逸了 笑成那个跟巫婆声一样 没听到 然后在骂人 那个语言是粗笔 所以那个贪跟称是不是出来 烦恼不会只有贪、称、吃三个 他有第四个贪、吃 贪跟吃不绝 称跟吃不绝 然后贪、称 第六个 第七个贪、称、吃 对 有时候是单一线 有时候是个别互相结合 那所以你整个那个状态 这完全就是佛陀在形容 你现在就是流于放逸 你整个生命状态 虽然是带着死尸 你不知道谁在走路 谁在说话 但你这个状态 就是无明行的状态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不只是学戒 你学任何一个法门 你的身、口、行为 一定是我们内心的发动、创造 但你内心这个东西 波涛汹涌很维系 一个接着一个来 那你要辅助我们身跟口 这词界的最初向的功夫一定要有 如果这样都不觉的话 那真的很难 所以你要先能正觉知 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那当时看到那个情景 我不会生气 我只是忽然进入到一世界、一空间 忽然有一尊阿修罗在那边走路 那个状态 还好来接受食物的很早就来了 要不然我这边 整个 整个这个状态 我觉得刚刚蛮有趣的 犯了哪一条戒、哪一条戒 所以那个戒相很重要 为什么在传戒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戒一条二条 先按立 那存不存熟 他最后在立元对境 能不能飘出来 这个戒相下面禁止 你了之 就先从诀开始 戒闻生涩 人家诵戒 乃至他平常不容易出来 那没有关系 那个慢慢建立 熏修就有 但第一个觉知要先知道 要先知道 所以这个因为常常诵戒的关系 我们很熟悉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诵戒 你犯戒都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犯了哪一条 我这样哪有不对 我哪里错了吗 你还会很无惨无愧的问这句话 但一开始问都没有关系 一开始问是因为真的不懂 但是 但是记得 第二个阶段 有人念佛 或者念到睡着 因为好舒服 反正烦恼没起来 就给他安心的睡下去 有人在诵经 诵到会打妄想 为什么 因为你熟到不觉了 诵戒 后来也是参加这个仪式 但是你没有办法运用到生活上 因为熟到 就这样而已 那你这样不觉了 就常常会说 师父你常常这样讲 那这部经能不能讲点别的 没有别的了 就在这个东西 你不断的关照 你的悟心要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所以后面讲 你诵戒的时候 若你也产生 不特别注意 你还是不会清楚 所以 这个时候的能正觉知 就是我们对菩萨戒 除了相对要熟悉 你也要常常去训练觉知 我跟这样子 我所理解的这个戒文的 里面的意思 对应到生活 我的行为的身口 然后再跟众生互动 有没有恼怒众生 这两个双向 治他的双向 因为我是保持在善心依乐的状态 所以你就会知道你犯跟不犯 所以 有学界词界的人 从他证受 就这个他 这个德界和尚 这些善知识 一直在告诉你 我们很多的 这个治太自我 太小小 充满了这个烦恼性的习气 你必须重新再来 你过去有善根 那你这一期要重新唤醒 唤醒要异于这个大德 他这一期一定在 我们讲这个 这个 三知识十德 借 定 慧 然后这个善巧方便 意乐 然后悲心 然后这个除外义无爱 这十德 一定标准要高一点 你不能找一个跟你一样的 所以这个他的一个建议 我们后面有机会细讲 那我们讲 那我自己发心不行 你所谓的自己发心 本来就没这个字 因为你一路从小到大 很多东西都是别人想那句话 我心肝好就好 我又不会特别去造恶 那你这句话的本身 是不是从小到大被告知 这样就好了 哪里是你自己这样想的 我们很多东西的 你现在所学的一切的生活技能 都是从他而来的 对啊 那你为什么停滞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锁住自己要的这个部分 这对我来讲是最舒服的 我们人常常要被突破你的同温层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开始有所保留 那所以你要突破这个所谓的字 你要从他 这个他是善之士 是善保因缘 你才会再进步 你不能一直处在所谓的自己设定的 所以我们的菩萨界从他 里面有很多善之士 然后这菩萨界 依于什么样的道场 怎么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界师 教授师 解摩师 这些都起来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个 恭敬尊重的心才会起来 所以 外与外敬畏而生羞耻 所以受学菩萨界的人 基本上 因为他对于师长 在传界的时候 他本身的恭敬心 本身就具有恭敬心 然后在受学的时候 对师长传授下来 这样的一个菩萨的一个善法界 很珍惜 所以第二层的恭敬心 因为这个界师 你要碰到 现在传界的音乐会越来越少 也越来越少 所以我说有机会 就应该先去受学 那听界 持界在于 这个后面 再去慢慢去具足 那所以恭敬心是对善法 那第二个 有恐怖心是什么 各位至于要思维 是对什么恐怖 你们要记得 我第三个老师下半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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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是会提问的 因为他希望各位不是在 他讲的不会像师父那么细说 但他已经会问 你们到时候不要全部的人都低下头 你这样就浪费了这样一个好的说法者 因为他的哲学思辨 他的一个宗教学的理念 他天台中的架构是很强 所以你们回答大声一点 什么 造恶 造恶是就是夜感缘起 是不是夜感 对英国是知道有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不能再 我一个菩萨寻觉 菩萨怎么使定自己一直堕落在轮回出不了坑呢 不行 所以我不能轻易再让自己度于三二道 乃至在人界修道 也是处在那种了不得力不行 所以有恐怖性 所以一个对善法的尊重 对佛自信亲近的尊重 恭敬性出来 善的恭敬性 恶的恐怖性是夜感 所以内心生起了这个羞耻心 所以名为愧 这里他就没有像我们在 在讲 忏悔法门 那时候把禅 内心羞耻 愧是对于愧他 他没有这么解释 但这里面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对外在 现在产生现象 产生愧对他 所以有愧他的境界 愧是内心会 我怎么这么不尊重自己 不爱惜自己 内心 愧 愧他 乃至所谓的愧对这个缘起 乃至恐怖性 这个业感 业果 所以他有一些些微的不一样 原文 那么 这两个基本的善法 各位一定慢慢可以体会的 来听界的人 基本上 对说法 传戒 这个上师 他 恭敬心 所以 那个他 就是一个像的建立 跟诸佛的出现 他要受寂 我们有佛性的道理一样 所以你在恭敬这个善知识 这善法之后 其实你已经启动内心的 清静的自信了 所以叫自信界 就是你内在的自信清静 你的佛性觉出来了 所以他很重要 外在的这个大德 缘起 产生你内心的恭敬 你事实上是借着恭敬他 而是恭敬自己 尊重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职 过去有受学菩萨界善法的人 对这个善法是好要的 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受学以来 就是我要断这个轮回的业 这个因果 原来就是在这个 慈戒犯戒的当中 我不太用心 所以我现在有一种很害怕 自己在走错路了 所以这起碰到这样子一个 这个三宝因缘 我产生这种恭敬 乃至决定 不再造二 又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 那么由诸菩萨 第二个因缘 有这样的内心的状态 就是由诸菩萨善尽以乐 有第一个才有第二个 像我们对佛菩萨很欢喜 看那个像清静庄严 他们是累结修 他整体 看到这个修行人 清静的一个修行 身口意 我欢喜 那 与他 与他这个地方起的戒体 之后 那你内心 你自己要产生的状态 就刚讲的恭敬心 恐怖心 那 要跟善相应 不跟恶相应 所以由诸菩萨善尽一乐故 所以这时候回到自己内心 你内心的善尽义乐 于所学的戒 若有违犯 就可以 吉 吉就当下 所以你读心经的吉 也可以稍微把它理解成当下 射吉是空 空气是射吉 当下 当下 内 至 吉内 至故 故 这种回光返照 生起 这生 不是生面的生 这个生 是很生克 生克的意思 生起 禅 修 那批询记里面讲 内至故生起禅修 这句话呢 就是代表 菩萨与烦恼现行的时候 罪现行的时候 所以这点罪 就不是我们再讲五戒八罪 生口犯来说要罪 这点罪就是 我们在大圣经典 尤其你读地藏经的时候 起心动念 无非是业 无非是罪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生死的种子 那这种子 你不要让它串联起来 产生那个力道了 那时候 我们不去做那个 后知后觉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在前面 在念头生起的当下 就要知道了 破坏它的现 未来的现行的力量 能正觉之我为非法 我这是不如法 所以这些非法 你不要把他跟那个 金刚经讲的非法 这边讲的非法 就针对善 这件事情来讲 它是不善的 内生修是名为禅 是名为禅 好 你就知道了 原来啊 心肝好就好 跟我正是在佛菩萨面前 德界和尚面前 诸大出家中的那么多人 这个坛场面前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有惭愧心 那讲心肝好就好 那个通常给自己留下很多后路 留下很多后路 他的善法是时有时无的 很容易就生灭掉了 由诸菩萨于诸学处 犯以还尽 深尽专念 无违犯的两种姻缘 两种姻缘 离诸二座 二因缘很重要 两种 二 二种 二 种姻缘 你现在 受血的 引发你的菩萨界的时候 你现在要做的 就在这两种姻缘 犯以还尽 深尽专念 犯以还尽 深尽专念 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消息 不是说你受血之后就没事了 因为你要面对的就是 自己的利缘对境的时候 你种种的习气烦恼会现前 那有些做得到 有些做不到 那是所谓的做得到的部分 是牲口做得到 那你的内心千回百转了 你就是内心系 内心的这种轮回系很多 那这个就是你要很耐烦的 一件一件去做 去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们先看 披群记里面讲 所谓的离诸恶作 最终会导向离诸恶作 记得我们讲现行 那我中间有惭愧之外 他还有一个东西会串出来 就是这个恶作 就是我们讲追悔 追悔 我们惭愧忏悔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恶作 这个恶作我能善用它 是因为我很讨厌我这个样子 我很讨厌我自己现在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恶作是有的 但是我们最终要离诸恶作 离诸恶作 所以菩萨界你在听经的过程 像《与且实地论》里面 它慢慢导向有一些主法无知性 这件事情会引导到 那你现在在 所以做也做了 过去了 但我过去了 我没有放任烦恼 我有一些对峙法 等待下一个烦恼在陷起的时候 下一次在陷起的时候 我再立元对峙再试看看 你能做的就是这个 但是你不能一直去追忆那件事情 那所以这边先讲离诸作恶 先告诉你 为此恶作 于己作 以以作 你以作的善跟不善 或说为作的善跟不善 是亲近的也好 作善 乃至你亲近的不然 乃至所谓的跟贪嗔相应的 不管是善还是不善 以作还未作 所以这里面有好几个线 以作的善跟不善 未作的善跟不善 这已经有四条心路历程了 所以心路历程就是你内心系 有四条线 那这四条线里面再各发展成 若然若不然 那这样子只要你觉知 但是你觉知里面有一种畅秧追变为题 惆怅 那去追寻 这些变化的过程 你这个畅秧追变 就是我们这样讲的追会 过了但是你内心的不安 去追 去追寻 内心不断的不安稳 就是变 那这个叫作恶 所以恶作 这叫恶作 他不是在讲你做一对事情 做不对 不是 他讲善跟恶 已经做了 还是你愁怒 在决定要做不做 所以不管是善的因缘 不善的因缘 已做还是未做 那这里面 里面你有起烦恼 不起烦恼 但是你一直在那边追寻 追寻 那这个恶作呢 就会影响到你的定会 所以其实是说 你的这个持戒处 应该要看好这个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定会 所以恶作者 其实你就定不下来 你就定不下来 所以底下的白文 我就不讲了 这边已经讲了解释 已经做了善事不善事 或者没有做善事不善事 会后悔的 这件事我举例也讲过 当我有关爱 我是不是回去处理 上次我讲的 我又再走回去 那个过程 为什么是不是懂这个道理 因为我正在追悔这个事 那明明是一件我已做了善 但是是不是还有 臭 暢央追变的状态 上次我举那个例子 那我既然过暗在这边 我就再走回去而已 那我也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已经搭上高铁了 我就走不回去 那你就怎么样 就放着吧 那下次我就注意说 原来我的分别心是这样子 我就是看起来是在布施 可是我心很不柔软 我看见这件事嘛 是不是 那你们会说 没有啦 师傅你做得很好了 你们不要乱赞叹 我自己好不好 我自己知道 我讲这个故事 不是要让你们赞叹的 就是我在描述的内心世界 给你们听 就是说你们其实是对于 善尽意乐 想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 那一点都不勉强 你只是自我觉察到这个事情 那不要听我这样讲 你们要copy我的行为 那个又愚痴了 那又不符合缘起法了 所以但是我知道 你做了 那心里有一种后悔 后悔不是我后悔他给他 反而是我觉得给的太少 或太粗糙 所以种种 你不要因为这边 你的思维不要就一条线 这边讲的做了善事 我把钱逃回来就要心后悔 不是 我刚讲的 我即便做了布施 但我觉得好像给太少 那个也是后悔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们常常在试院登记的时候 都常问 哎呀供养多 要供养师傅多少钱 你就供养你的就好 你问这个东西来干嘛 让他不够才在这边 跟他填铭码码 再加一克好了 再加一克 你给的好不爽快 给的好挂爱 就算我们家年轻人在创业 他好希望师傅去他家普照 去一个他在做香照的 一个年轻人 这个上个礼拜发生的事 他也没办法供养 刚创造 但我教导他说 你看到那些师傅师傅在供养的时候 好像就是我自己在供养 不是那种 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叫悲慢 做不到 那他就说那些没什么 那个叫悲慢 那我说不是 我看到人家做就好像我在做 尽管我现在无法做 这个要懂得修 那种慈悲行不来 我有喜啊 我喜心啊 水喜 那结果他父亲看了 在对话过程他就很高兴 他父亲本来很安静 就是清洁人员 我以为不善也说 后来滔滔不绝 我孩子叫他开业 要去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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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你不要弄得四处瓜 你学很多法师 处处碰壁 处处自恼恼他 这样是 我们两次觉醒圆满 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我们现在自恼恼他 这个不行 所以不要追悔 不要追悔 那恶也一样 恶也同样的概念 这边讲 恶做了会追悔 大家知道 但是这个恶事没做 都会后悔 是怎么回事 跟人举例吗 就是这件事情 本来 本来你不骂人 是对的 我说不去做那件事情 去跟他对应 是对的 可是到后来 你发现对方 比你还恶的时候 不是因为你羞忍入 持戒而改变 你忽然起恶行 取一个追悔 早知道我就不给他了 我应该要 应该好好给他一个教训 那你不猜 把这个恶戒不能持守好 那因为对方的反应 而后悔 像我们这个老师 带着这个沙密去布施 我看了很感动 因为他们布施回来 背着食物到偏远地方去布施 结果很多人抢 抢到后来他们回城 发现很多他们 刚刚给的便当丢在路边 因为是素的 没肉 那心就很受伤 这些人真可恶不能给 结果 毕竟是他师父 我老师 他师父 就跟他讲 善法做了就放下 你不应该起恶念去追悔 追悔说哪些人是要给不给 不是 你要起恶心了 早知道就不做 你做就是善 不要因为对方的恶 又把你变成 你起一个恶念 不想给 这个就是本来没有做恶事 追悔 早知道就不给 这个就不行 你在布施本来就是没有造恶 对不对 可是因为恶的境界 使令你又追悔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做善也在追悔 布施我追悔 早知道不给 那我刚刚没有好好的 给他颜色瞧瞧 把他那个贪嗔的烦恼给他压制 我应该 因为你很少看到那个出家众 就是会用骂人的状态 因为我们有一个 就是不要跟众生结恶缘 可是你会发现说 这些众生你必须要用打骂的 没有 我暂时不要 所以我不做这个恶事 这个恶口恶因缘 我也不后悔 因为现在 我常常在讲 我们很多脾气很大的一个局势 最后出家的时候 你那个 那些生跟口的这个恶言恶语 要先守下来 你不要因为说 没有那些人就是应该要这样教 没有 这种愤怒像 你留待到这个三二道再去用 还不到这个时候 大家没有那么可恶 这个人界里面 大家修的这种忍辱法还是很重要的 你看 我应该做这个事来教训伤害那个人 但是你不会讲令我心情快乐 你可能不会讲这样 你会讲我是为他好 你会把 你本来骂人 教训他之后 本来会心情快乐 但你会把这句话 化妆一下 会想我是为他好 是不是 那这个都是不行 所以若染若不染 不善事是染污 那善事是不染污 那这个 那这个善 基本上慢慢要 跟佛的善要一致 不是世间的善而已 这个染不染 是那个善不善的作用 那个作用就是 你内心执不执着 是指这个事 这个又跟神成了 又跟 又再进一步 所以后面 你自己看那个意思 看不懂的再问 那这里面两层意义 三层 有三层 第一意 第二意 第三意 我们下节分晓 先休息一下 讲到后面 即使的 刚刚提问的 就是说 你 观 缘期的所生 他就是 不断的在 便意流转 但我们要 利用 这个 生面 你不随着生面 这样流转 那 在那 正见 波蕊正见 这个智慧出来之前 你先知道这个是 文思 文思 但你的修学处 却是不是只有在 缘起无自信 缘起无自信 缘起无自信里面 它的作用还在 所以你要正确的观察 缘起的整个作用 它有 因缘果报的作用 那它因缘果报 整个一期到一期 你在哪个世界 得哪种果报 这个 这个 身心的世界 那就是从 立个阿赖也的缘起 去做观察 所以我们从 这个 你的存在 你的 你的业果已经写在 你的生命的 纪录簿里面了 你的身心世界的 这个 业的 那个 你的报 产生的 果报 产生的这个 那你果报里面 有种种的 这个 这个业力的欠缠 所以大的 先不处理 我想众生的部分 你不用去管它了 那你 你自业的果报 形成你这个 身心的障碍 叫暴障 再看些一点 这个业报生怎么来的 等一下这个记者会讲 就是从你的 内心的 意识形态 这叫意识形态 所谓的烦恼的障碍 产生的缘起 所以下手书在观察这里 我的词戒 挺多讲到这个 我那个补充讲义的 这个波瑞 波瑞 词戒政见发菩提心 前面 简单交代 但后面词戒你要做的是这个 恐怖心 知道自己的业果 那种 暴障 烦恼 烦恼的造作 内在的内心 的这些种子 是推动 你得到果报 产生身体 身心 身体的 这个 暴有正暴 一暴 正暴就是你果报神 一暴就是你的世界 那这个缘起先处理吧 那所以 那所以 讲到这个 这样的缘起 那这个世界 那我们家这整个缘起 我们来分类 三种特质 就是 刚刚讲的 善性 跟不善性 有善恶 那还有非善非恶的无际性 世界的变化 再怎么变 就是不离开 三性 三界 三界里面 这个整个 有这个 善恶无忌 这个种种的状态 那在三界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 你产生的 内心的 第一个 绝授 是什么 顺你一的 勒授 然后 不顺你一的 苦授 那跟无忌相应的 不觉得怎样 美好美坏 不苦不勒授 可是他永远就是从不苦不乐 一个缘起条件 触动了 就从不苦不乐 被触恼了 叫苦授 被迷惑了 沉沦了 叫 丹逆了 叫做勒授 这个勒 不勒 勒跟苦 跟不苦不乐 它都一直在变化 那这变化 结合你自己处 这个界 产生 每个人产生的世界 怎么来的 从你自己的内心 从法 善恶 非善非恶 这里面创造的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缘起 你的整个 现在学佛之后 你整个世界观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界 外在的 外在的 内在的 世界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界 都不离开 五色界 色界 玉界 總瓜 这个界 它 就是 让你各自去产生你的 身心世界 它 整个感受 就让你产生 这个 随 烦恼 随 就是我们讲 各种 大随烦恼 中随烦恼 小随烦恼 查一下字典 你内心就 整理出来 就是那几个状况 大随 中随 小随 小随 比较接近是情绪 那中随 烦恼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不能改变你的 这个 生命形态 从行为 从内心是因为中随烦恼 无惭无愧 一让我听善法 跟你听善法 你没有觉知 你不觉得 我现在在讲你 或者说你也不觉知 刚刚讲 你现在在那边大呼小叫 你不觉得 你现在正在 粗糙的造作 所以内心的 你就是想象一下 中随烦恼 真的是 乌云照顶 你不觉察 小随烦恼 你可能容易察觉到自己快乐不快乐 因为有这个状态 所以小随烦恼 你很内心是知道的 但是你无常无愧的就是不一定 中随 哪是大随 大随烦恼 你放逸 你这个不信 你这个疑 你的昏沉 那个带一辈子的 而且我们越老越昏沉 越不明了 所以大随烦恼是可怕更一辈子的 大散盖 那中随烦恼 中随呢 就传雨衣 那小随烦恼呢 就是你的皮肤 一层一层的这样包裹 这些绝对都不会各自存在 你的身体 那就是根 你的六根 内心的世界 产生的种种的散法 不散法 散法 都是在你的身心世界里面 整个叫五蕴蝉蝉 蝉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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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蝉蝉就是 像那毛球 咬过 你要找到源头 并不容易 那也不能剪断 你说师傅 那个剪断就好 剪断你就不呈现了 你是要很耐心的去找出纠结处 慢慢把它打开 再重新整理 那毛球 可能你不知道 你们各位可能没有打过毛衣 那个毛球就是一整团 你总是要找到根源 先把纠结处慢慢处理 那就那个线头线尾 就会拉出来 那那个就在观察事情的 源起的始末 各位不要 学佛不惨亦不患 是因为横转意 他第一个转特质 一个念头就转 第二个 他非常 他无常 他会变异 那第三个 横 不会失去 这个状态 就是我们讲的天行箭 君子自强而不息 修行人 不要认为有一个什么终点处 因为你的烦恼无穷无尽无边 所以我们才会引导各位 你发愿就是要 要 要 虚空有尽我怨无穷 你持戒的愿心愿力 一直要保持着这样的义乐心 才会跟菩萨界相应 就刚刚问的那问题很好 我不能做一次失败 或是说我一条戒手不好 那我其他99999戒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啊 99000那只是 辟欲啦 既然是你的这个戒体是源于一切法 一切众生 你就不要担心你会失去什么 你承认确实做不好 这个地方我跌了交了 惭愧 法愿 又回到我前面讲 你们前面要做的就是惭愧 发禄 惭愧 法愿 再来一次 多修助善分 多修戒学聚 多修诸善分 再强调一次 因为 我们讲有一年没有见到各位 把魏德利菩萨那四个法句 牢牢的记住 是不是挑那个法句出来当补充 是因为 我们不要认为以后再修 没有 就现前 人家菩萨界里面也会讲一个观念 菩萨界不是等到以后才怎样 他特别讲的观念 就是现前这一个 就是你菩萨界的受血处 好 好 那么来看这个 这整句 从刚刚第一阅到现在 这边 他其实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整个义礼 整整整整整整整个三个层次 第一义啊 好 如是菩萨从他证受 好 从他证受 第一个条件 所以 这个批语我以前讲过 说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 为什么他懂得感恩爱父母 因为他知道父母的存在 他的出生 他这些受用 原来是这么不容易才获得的 你就是在教育缘起所生 能看见缘起的小孩子呢 有悟性 才会感恩 你不要用规矩 用那个长辈的心态 就要教育他说 你要知道感恩 也没法理就安全 不是 人家从生活里面引导他去看 哇 好多东西都获得不容易 我听到一个主持人 我已经讲过了 似乎常常把自己 从云端拉下来 跟你们一样 跟你们一样 就是我也看网路一些视频 我也吃东西 那我也起烦恼 我有爱跟不爱的事情 就尝试 我用我例子跟你讲 我不是已经完全修好的 如果你去到金色看 就看到似乎那佛像是 那常常巴巴的 就代表我不要框金身 我不要把自己弄得好像修行 没有我跟各位一样 就真妄当中 有真心 清静 有妄想 烦恼 但我做的就是要示范 就一而再再而三 的去试炼去修改 那从道理懂之后 我会举事例 就是一直在示范一件事情 你要从生活中去观察 看到一件事情 好像自己生力其境 这种事情 如果碰到我未来大概会怎么样 那我又听到一个广播人员 就说他答应今年圣诞节 要给他的外甥 他的侄子 他弟弟的小孩子 去买玩具 看到什么就买什么 这时候小孩子眼睛亮起来 是买什么都买什么 都没有问价格 那他为什么谈到这个 因为他在讲一个众生性 要花人家的钱的时候 而且那个扣打是 是无线卡 他可以买任何玩具 他说这个过程 他不是这样宠小孩 他是他曾经 带着这两个这个侄子 去逛夜市的时候 曾经有在半年前送他们铺满 教导他们储蓄的概念 可是去逛街的时候 要叫他们取出这个钱财的时候 哇 那小孩子 蜘蛛闭叫 计较的时候 我刚花了一百块买了什么 我有这个吃的一百块 那哥哥那五百块 竟然拿去玩游戏 结果没得吃了 那又跟弟弟要 那弟弟又花了两百块 请哥哥拿去玩一把 那最后他讲说 我请哥哥吃 然后这个花了钱 这五百块就没了 那这件事情他念了将近半年 因为那是花他自己的钱 他本来可以只花一百就好 因为请哥哥吃 然后自己又被他引诱去玩游戏 那五百块就没了 那为什么他会记半年 会念半年 因为花了自己的钱 因为那个辛苦存钱过程 一下子就花完了 他知道那个价值在 那知道金钱的价值在哪里 那他也知道取得不易 当一个宠爱他的长辈说 我们圣诞节去买你爱买东西的时候 他一定挑最好的嘛 那已经很振奋了 那这个也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 很多事情都跟你自己没有关系的 你这用也用别人的 你自己也很少付出 也很少去经历 这当中的一个圆生圆面圆缺 圆的具足 你知道很清楚 你通常这样子 你要跟他讲缘起所生 你要从缘起所生里面 你要知道 吃现前饭 当之来处不易 不要讲这个米粒 原始的样子是什么样 他可能都没有知道 米是从一串的稻米里面出来的 那这一串稻米里面 他当的幼苗是怎样 可能都不知道 包括他们不吃素 他们吃炸鸡 他也不知道鸡长得怎么样 未来的小孩子 现在应该没那么夸张 那有可能在我们这样极度 把很多因缘这样遮 那样遮的情况 最后他们接触的 都是产品 一件事情的末端 他们没有看到缘起 并没有 所以这边菩萨 从他证寿的开始 我们在戒坛 你要从他证寿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今天这个因缘 先肯定各位从累劫来 从不渝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已经一直在修学布施慈戒 只是说这一起我又碰到这样的因缘 我应当珍惜这个因缘 因为我们从上课的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慢慢理解到 一佛的出世并不容易 那出世过程它从佛法的这个正法 向法到末法它的消失是很快的 那所以我今天碰到了 即便在末法 我更当遵从珍惜这样的一个因缘 遵从就随属你的内心的善尽意乐 就显然你也不是这一起受学而已 你的过去的菩萨戒体 在这一起碰到因缘 从他的时候你产生了 要不然我这样听了一辈子也不受学 就代表他这个应该是新的灵魂 他没有引发过去的那个菩萨戒体 因为菩萨戒就是生生世世它不会消失 那好啊 那每期都会碰到你要观望多久 你观望的这个生生世世 我们是行菩萨一直真上生生世世 那你观望要观望生生世世 代表你是一个疑根很重的人 你的性根一直没有出来 只要自我关照了 这个 如果你线上的或在座的被我讲中了 我不是在讲你 因为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你自己知道 ok 所以从他证受 这样的善尽意乐为依止 所以外依止是一个方便的缘起具足 所以一直都具足 你不能只是称赞别人福报 其实福报一直都在 但是你自依止 你自内在的缘 是你善尽意的这个善根 才是你所依啊 所以你的自觉 那生起忏愧 所以有人到五十岁 学佛受学菩萨界 他忏愧的力道很强 因为他知道这五十年他空过了 不是说他杀人放火 不是他空过了 所以那个心意会很强 所以你也不用对一个五六十岁的老菩萨 讲很多人生故事 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个苦 所以为什么还是要回到世圣地的苦地 你看到苦的真相了没有 那原因在哪里要找出来 你怎么还会让自己在原地不动 这样子固步自封呢 那你将原地不动固步自封 那对佛法最后很多的行动力 都没有去执行突破 那这个就是善法不入 你这个坚固刚强然化的心 你未来处的就是一个孤独地狱 因为你感受不到这个三宝殊 那是善人的因缘 那孤独地狱不一定留在三额道的地狱 三额道里面有莲花地狱 有阿渣渣地狱 有这个交换地狱 死尿地狱 那个没有那么惨 但是人间有地狱 就是孤独地狱 真正的地狱有孤独地狱 是来自于人间已经养成这种习性了 对善法的不闻不乐 所以这点善尽一乐 你要珍惜 你已经启动这样善尽一乐 你这起要让它增上 所以你未来看到善人行善法 有善法行善事的时候 你内心那个随喜善法的心就会出来 这个状态就是你调柔了 你调柔了 那恭喜你 你这一起又再进阶了一次 好 那那个惭愧就不是别人指责你惭愧 是你觉得这五十年六十年白过了 白过了不要讲给家人听 家人说那你嫁给我是怎样 不幸福圆满吗 你讲的是就修道 就这个善根的成就上 你内心有个标准 叫做我这样的一起的心念空过 已经戳妥了很多的善的因缘 那这一起我抓到 虽然在生命的末端若十年若二十年 或若一年若二年 我掌握精髓 你后面的惭愧会产生有猛脊椎 所以这时候就不比修道的年限了 因为我们不是公务人员 在比你公务人员五十年三十年 比年限没有用 比你的悟性圣解 我们一直讲到圣解 圣解不是那种催眠式的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 不用透过思维的就叫圣解 那个是最后能当体能产生圣解 无所持疑 那是性跟成就 可是圣解有七种圣解的前端 是对苦地及地 这种种圣解作义 此是善此是恶 此是菩萨正所应为 此非菩萨正所应为 你的闻所思索 闻所 就是你内心境界 你听到什么嘛 What 思索 你内心受想的状态是什么 What 苦 你有看到苦 那急 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有事 他没事 我有事 为什么我有这类的烦恼 那处理 好 所以你内在这个思维已经启动了 那你的圣解是一次又一次 就是对这个大圣佛法的信心 菩提心的发起 大圣界的受持 这样的能够圣解大圣佛法 有信有会 而最后产生没有犹豫 那这样善而又静 善 跟佛法的善 跟世间的善 同时相应 那 世间的善 要变成初世间的善 就是要清静 清静的意思 是不是一直在讲 断恶修善度众生 是否把第三个度众生 就是说我们不敢讲度众生 是因为我们的彼此都有烦恼 善巧方面也都不够 所以那个度众生 其实是假明在做利益众生 事实上是在进化内心的自信烦恼的部分 所以自信众生是冤度 是不是 所以这个静一定要回到你内心 对爱取的断恶 修善的意乐 最后 以无所得心 实行一切善法 这个才叫进化 那意乐的心 就是你内心的状态 就是对圣道 对追求佛的脚步 你的意愿很强 这样的圣解力 有信有慧 那稍微再提一下净土 那个就叫净土的正定句的因缘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有所谐定句 还有你自己犹疑不定的那个不定句 一下子就生灭掉了 所以这个正定句的因缘是不管在哪边 你就要形成这样的性解力 所以这个第一个层次 你要这个由常愧 那接下来你要进入这个善防护 的种种的戒条 所受的失罗 那由善防护 善防护就是你在持戒了 所受戒故 所以能离诸恶作 所以第二个善防护离诸恶作 就是你不要等事情发生 给自己留下恶作的机会 就是说我让它没发生的时候 我内心就止住不动了 第一个惭愧 前面 惭愧对于所造 你内心有一种不满意 那所以你懂得惭愧 那惭愧这个就是叫做你的善护己心 你已经在善互念了 这个就是你内心在持戒了 所以惭愧就是一个健康的修道人 不怕你犯错 但是你惭愧心一直在 你的惭愧表现出外在就是一种谦虚 那个谦虚不是客气 不是说你 有些对师父就很客气很恭敬 但是 那个必须要有真正的惭愧 你真的觉得说其实我没有那么好 我只是在压制 在抵触我那种慢 还有烦恼的习气 所以我与法师面前恭敬是 因为这个法师现在由我所学的 这个善法真理 我是在恭敬善法真理 所以你也不容易被师父的很多习气 给打败 所以你恭敬是要这样子 那是你真的惭愧善法不足的 你看 这样的惭愧 你的恭敬是真的 是内心觉得不足 那你这样的惭愧 有不足够你就不容易生慢 是不是他同时已经对峙 未来会生起的这些烦恼 所以惭愧很重要 好 那么因为你这样散伐后 就没有机会有追悔的机会 所以你们永远修行现在掌握到一个重点 不要在后面才去一直在做 做我们讲 处理 你是不是在公司上班很讨厌那个 一直在创造问题 然后我给你收尾 是不是很讨厌这种人 处理你的 就挺叉屁股这样子 那现在一样 你不要给自己未来 要处理那些 你常常平常没有正观正觉 内心的受想 你的根处 喜欢看什么 喜欢听什么 那根 你的受用等流 你的造作等流 的根门处 你已经要注意了 更何况内心的 这个被唤起的随烦恼 你这两件事 有在注意的 有在注意的 所以这个 我刚刚讲那个六根 参怨 就是透过怨 要启发觉 所以这个要有需要的才拿 你若没有要每天 要把它分配在每天后 或说你不定期要拜 你就不要拿 如果你只是把它听作 文锁 文锁的话 你不是要从行门操作 那那个不要拿 师傅 你这是令法 不是 为各位好 因为你拿回去 把它丢到哪边去的话 就像刚刚那个相聚 是产生挂碍 人家是丢便当 你跟我丢佛法 那个比较严重 有听出来吗 就拿了 就不吃丢掉 那你跟我请了法宝 就不用 要放在仇庭 那不是压的意思吗 那为了护念各位的贪 有些人是贪是 看到资料就好像 怕挖架 怕挖架 对人对不到 不用 你没有要操作的意思 就不用拿 因为这个是方便各位 攜帶 我旅行 不喜欢带一大本的 那在外面 旅行的时候 你的字课 也不用复杂 就短短的一本 就够了 那你说 说你那个六根菜 有给讲义 我讲义就够了 那也好啊 那那个只是人家发行 编排好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 那慈心的部分 最后堂课看状况 我在讲 但是里面的文 各位也可以念 阿含经里面的文都很短 那观的时候会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好 话说回来 第二意 第二意呢 从另一个角度 把这个四句 我们是不是讲四种 四种功德 从他证受 然后是什么 善境意乐 然后 第四个 神境专念 四个 又把这四个 变成两组 那前两个 于是中 从他证受 跟善境意乐 此二是一组 此二是法 犯语环境 深境专念 无有违犯 此二是因为 有前面的那一组 才有后面 这边讲的那个 缘其所生 有这个 才有那个 这个也就是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听很多的基础教法 你才慢慢去深入到 这个 那个 比较深的意理 所以很多人 以前在问 师父 我们好像没有讲 那个 十相念佛 我说 那你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七日 你有一心不乱 你有操作到这个 你有操作到定功的时候 我可以讲 问题就是说 你念佛 好像也没有那么认真念 你也没有去认识 说佛的过患 那你要跟我讲 听 无声而声 这个忠道实相 的念佛 所以 就是这个 你没有前面 那怎么 前面的说佛 叮得牢牢的 烦恼习气这么做 你只想知 那未来要跟人家 当为谈知的时候 念佛有 慈明念佛 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 实相念佛 那这个意思叫破除各位 慈戒也一样 你前面 要发起的正 正确的观察 你生命的圆缺是什么 哦 原来 我是每一期碰到的 从他证受的因缘里面 我都错过了 所以我这一期 才对很多这样的一个 大圣教法 菩萨戒法 没有产生善尽意乐的心 那于是 我就没有后面 犯以环境 我就悠悠欢 那做了 再犯 犯了再做 也不知道戒相戒 这个 这个开遮在哪里 那也不知道 忏悔处如何的忏 那更不可能生静 专念 我只是无止境的 听客 听客 知道知道知道 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这样 那做不到 但是还没有醒觉 还没有惭愧 所以惭愧 不会忽然而有的 这个是忽然的 我们一起一起 在训练的时候 这些东西才会出来 这些都跟你的 一起的 受用等流 造作等流 随烦恼 跟这些信 代表所有的善法 都是绑在一起的 你的身心 充满了善恶的因缘 就是所谓的 受戒性 我处在三性 三恶 五际性 三戒 内心三种 这个情绪的造作 烦恼造作 这些里面 只要觉 性等 善根才会出现 就是输入的 五片型五别境里面 那些东西才会出现 所以是要自觉 要自己 要用力 佛法等到这边 就一点就不迷信了 就是看见这个缘起 原来正确的 夜感缘起 就是自作自受 就是三世恶重 不要再问 你这一起的 所有的顺利不顺利 福报恶报 都是过去所造 精神所受 精神所受 我怎么造 从慈戒的地方 开始慢慢来修复 慢慢来修复 所以披群记里面 在讲这两个 第二个层的意思的时候 从他正受 至第二法所隐 就告诉你 你那如己 是名为受 从他只是个助语 而真正的受 要隐身善进一的这个受 这个善法有入你的心 然后就为什么要引导各位 在戒坛上 你这个受 把每一件事情都受进去 那受不要再有所谓的 顺我听义的 不顺我义的 甚至要告诉你 在听我的时候 要听得清楚明白 要不然你这个受 里面就有缺这个缺那个 所以在 从他正受 要受戒体的时候 大家要打起十二万份精神 要色耳地听 要专注当下 都受进来 这时候的状态 就是我们讲的 法界同体 全体现的概念 虽然就是在受戒 那当下一个钟头 你就知道 人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的 当一切的善美的境界 在你当下专注 我想要我想要 但是就那一个钟头 但是我怎么未来 让我的生命里面 将全体的展现 那后面要努力的 所以那时候的显现是因为 我们讲被佛菩萨加持 被擅自是引导 开了一朵花 那短短的那个 那个现前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在的受戒听闻 在学习 是在增上那个部分 不要忘记了 那个最初的因缘 那所以这个 从他正受这个受 就是我们讲 为世 我们讲的 我只要讲这个受 琳娜淑己 它要变成你内心的境界 所以从这个戒失所传 受的戒法 借着你的眼 所以跟 也要作用了 有你的眼跟耳跟 那借着第六意识的分别作意 所以为什么要听懂 所以我想各位未来讲 师父我都会分别 你没有分别怎么修行 这时候就是要听懂 意识 对不对 就是第六意跟分别意识 这个就是人的第六意识 说他能修行 小狗 你的家的宠物 有没有第六意识 有啊 要不然他怎么认主人 但他就是认主人 认他快乐的部分而已 要不然你回去跟他讲解看看 所以你要传他五戒 看他会不会讲 那个 称自己名 忘忘 所以他的名言总性 他是不是很少很小很狭隘 他有感受 可是他讲不出来 甚至他的意理有限 他是看主人好奇怪 今天好像跟我讲一堆我听不懂的 怎么没有给我食物 我做对动作啦 在第六意跟内受状态的暴障 就是这样 人有人的暴障 一切你生物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讲到这个隐业满业的时候 当隐道 三二道 动物道的时候 那 聚足猫生狗生 隐 就往内去 满业就聚足那个身心世界 那我们人 也 也是一样 隐业满业而来的 那 所以你的受 怎么来 眼跟耳跟 各自有所的受想 到第六意识的受想的时候 他整个整合啦 所以 即依此相连见义 见利 受心所法 所以我们绝有情 就是 我们就是一个感受型的动物 那这样感受不能一直 觉得六根所感 因为六根充满了过去的惯性 夜戏 那能感受之后 你的觉受要出来 正觉 正觉 你这个受 所以由前两种的 由他正受善尽意乐 善尽意乐 这善尽意乐已经把那个 你刚眼跟耳跟的那个所听闻的名言 感受已经拉进来了 所以你会有那个感动 就是这时候你名言拉进来 你拉在心 忽然这个受 再强大 那这个受是跟亲近的法意相连 从他正受善尽意乐 你内心有善尽意乐 那这时候从他正受这个法才圆满 所以看起来从他正受是第一因 事实上是因为 你的本因地里面善尽意乐 才是真正的第一因 那么心求意乐 就我们上次讲欲行锁 这时候你的五片行里面那个欲 未来这个东西会跑在前面 所以你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似乎在讲说你的动机 你的价值观一定是要高于 高于你现在的一切的习性 你的习性就是想要我欢喜不欢喜 你这个欲 你要给他一个动机 所以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做 我有很强烈的动机 那这时候你在 在求受这个戒法的时候 这个 主法和尚 得戒和尚 他种种开示 就是让你 愿修一切善 求菩提心的这个动力 给他增上 就是我们讲三心慈戒嘛 都是在策动这个 焰有为心出离的动机很强 再加入求菩提 这个菩提求佛觉 这个不是声闻觉 也不是云觉觉 就是佛觉菩提 这个欲 所以故愿意乐修一切善法 不以少为主的善 所以这个第二个欲 动力再加下去 第三个 你的念众生心 这样的念 所以我们用欲念 欲念 你这个念是从前面的 种种的善法欲 那推动 这些都是欲 善法欲 心求意乐 你很希望 希求这件事情 希望得到菩萨 借这个意乐 所以这个叫欲 所以这就是定义说 我们还是在欲界 但这个欲原来 可以这么使用的 目前各位还正常 如果你们现在在座 你们在请师傅 我家这个 是谁谁谁 他现在有忧郁症 你现在讲这个 他停不下去 你也讲这些都是毒药 因为他自己的 意乐心的动力 已经没有了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讲 意根里面的很多的 心的作用 已经开始产生 直变败坏 那现在各位的 意乐心 你这件事情 你知道难 但是你 你比较碰到 这个善法的 意乐心很强 就代表你的欲 有在建立 现在不是在谈做到 做不到 是你每次听到 这种善法 你都很先试看看 听看看 说看看 所以希求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意乐 所以这个 各位的赤子之心 我以前讲 那个学界 学界 那个学 底下是个子 你们现在学习都没有 像当初的儿童时期 我小孩子那时候 你们现在都学习的 心好累弱 学习 习就是习气惯性 要像那小孩子一样 的状态 赤子之心 那我们现在学 那个学变成绝 你所有的学习 是那个绝 那绝底下是什么 你的观念 见地要对 那所以作为菩萨 心爱这两个字的状态 所以 经说菩萨自信界中 初二功德 即是受欲 受与欲 两种新手法 它是一个动力 头两种的功德 受新手法 欲新手法 这两个字 那为其自信 就是为了菩萨界 本质 我们现在只是在 赴本心缘而已 这个就是我们刚讲 佛性界 它的妙高处在这里 就是你不用外求 你现在要赴本心缘 菩萨界的自信 本来的样子 在末法 人家一直告诉你 人不自私 天住地面 我们在这边久住 到后来菩萨的样子 越来越不见了 那种善尽意乐 真善美的世界 会越来越看不见 斗争性很强 但是我们不用受到 所谓的末法 末法只是对不觉的众生 才有末法 如果你能懂得 当下的因缘掌握 那个菩萨的缘起 它会一直在你的身心界 里面流传 这个界就是你的身心世界 甚至可以 那个界也不叫是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你的界可以定义到十八界 你观察世界 就观察五蕴的十八界就是了 是故说言此二是法 所以这段上文是说 此二是法 就是界的提性法 这个我们下次再讲 今天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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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